那這棟是李敬敏先生他親自設計 那我們原本從這個原本地全部都是平整的 然後蓋到現在 2012年開的喜愛美術館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棟清水魔建築 它是採用大量的錯層設計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非常重視 我們非常重視庭院設計還有自然還有採光 所以我們會採用很大量的玻璃去讓採光透進來 因為這底下也是設計師的辦公室 前面這棟大家可以看到這棟是九瓊樹也是我們自己種植的 因為我們認為說自然跟人是一定要接觸的 所以剛剛講到錯層的設計就是說 它會把這個樓層變得並不是那麼明顯對不對 不像我們這個印象中一樓就是一樓二樓就是二樓這樣子 對你會在裡面的空間你可以發現很多驚喜是 到了一樓可是你轉角一發現又到了另外一層樓 可是它的錯層是好像二分之一樓 好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開始走進這個喜悅美術館 請星傑幫我們介紹一下 先講一下這個好像你們有四個入口對不對 我們現在走的入口是一般來賓 就是客人參觀美術館會走的入口 對是美術館的一個大門 對 那就從這邊進來 那我們現在進來這個空間就發現 正在展出兩位藝術家的一個展覽 是不是 星傑稍微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這一次我們的展覽是人人為光 這是沈喬峰和柯幸彤兩位藝術家的連展 那首先在牆上你可以看到的是柯幸彤小姐的版畫作品 那他這一次的展覽的意象呢 是因為他本身是會比較恐懼黑暗 那他經歷過一段心理的克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幅畫呢是呈現說 他用一些藍色灰色比較暗的色調呈現那種恐懼 但是呢他會用一些梯子的意象呈現我們人克服恐懼 一層一層一直過關的感覺 並且呢用一些比較明亮的色彩帶出你最後希望會透出來的感覺 所以他的作品也是透露他過去整個成長的這個意象就對了 對 那為什麼會把這兩位藝術家湊在一起 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特質嗎 因為其實染染微光的發想是因為 我們這個克服恐懼會有希望透出來 但是他每一幅版畫的創作過程都是獨一無二的 他都只有一個版 所以你這個作品呢 過了就是過了 就像我們人每一次的感受也都是只有那一次 過了就是過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喬峰的作品也是一樣 他在使用腳胎技法做的陶瓷作品 那他這個特別的地方是他的有顏色的色圖 他不是後來再附上去的 他是一開始就加到日本瓷圖裡面 那在每次拉的過程中 他會每次都是獨一無二的 在拉制的過程中 你要成型之後才會知道他最後是什麼樣子 所以呢這就也很像我們信同藝術家的想法 就是我們每一次的心境都是獨一無二的 然後作品出來的時候我們的就是希望和感動都保留在那一刻 你個人有沒有特別喜歡的 我個人特別喜歡這個花器 哇這個其實是個想花器 對我覺得他就是他的質地非常的質樸溫潤 而且他在你的家裡的任何地方就是你放上去 然後他都可以跟你的場景做很好的搭配 然後你只要放上一株小小的花或者是草 就可以讓你的居家生活有更繽紛的色彩 我們傳統花器這個瓶口都非常大 他這是為什麼設計就是幾乎著一隻花的這種容量 才能夠放得下去 因為其實點綴這種東西就是 點綴性的東西不需要太多 你們認為是其實點綴的東西 生活中只要一點小小的美好 才會點綴一下 那你的生活就會更美好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走進來美術館裡面呢 就看到真的所謂的錯層設計 就是像現在這種感覺 我們看到這個正前方感覺不太像二樓 其實有點像一樓半 然後下面呢可能又有點像這個B1的這種感覺 來 辛杰繼續幫我們介紹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創辦人李敬明先生設計的 那他的設計發牆靈感是以山為靈感 因為我們認為以山為形 以家為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面牆呢就是有山壁的感覺 那這個區塊比較中空的區塊就像山谷一樣 那往右呢像庭院呢會有一個空的部分 這也是山谷的感覺 那剛才我們有看到樓梯 就像我們在山間行走 你一定會有一些山間小徑 所以在西原美術館探索呢 就很像你在山中 每一個轉角都有一個驚喜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下面其實 四個辦公區 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是仆人建築空間整合 所以平常設計師會在這邊工作 那因為今天是假日所以大家都不在 所以平常大概有多少設計師在這個樓層工作 大概三十幾位 哇所以這個算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設計公司 對 在美術館呢你可以把鞋子脫掉 那我們會讓客人感覺一下 我們的這個地板呢其實都有做倒角設計 因為如果你的地板是全部是平的話 那會比較踩起來比較不舒服 但是如果倒角設計呢會有一個凹陷 所以你在走上去踩它的時候呢 你都會有一種很舒服的觸感 就是我們的腳如果直接踩在平坦的這個地板 會感覺不舒服 所以它有點陷下去 讓你的腳能夠整個貼合在地板這樣子 對 所以你自己走這樣有感覺 有就覺得欸踩起來不太一樣還蠻舒服的 喔對 確實我這樣自己這個走起來感覺也是不太一樣 好那其實這麼多書你有沒有個人 你自己應該常常也會來翻一下書對不對 偶爾也會來翻一下書 那其實它這邊有蠻多都是那個安騰忠雄的書 因為安騰忠雄是我們的老闆他對他啟發 設計的啟發很靈感很大的一個人 那除了安騰忠雄的書 樓下也有一些法國或是德國的書籍 那都是一些比較很精彩的室內設計的作品籍 或者是家具比較特別的家具 家具照片也會在那邊 而且我相信這個世界各國收集過來的應該蠻多原文書的 對有很多原文書 如果你對這方面真的有興趣 那語言也不是問題的話 來這邊真的可以看到很多這個非常珍貴的書 因為台灣可能看不到這些原文書 是外面是比較看不到一些珍貴的書 那我們就是會開放給大家來這邊免費閱讀 在走出庭院之前我又看到一個很像這個吧台的一個小木板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那由於設計師總是要讓買個空間利用到一個很完整 所以呢 除了作為通往庭院的一個延廊 那這個過道呢也可以當作一個圖書 圖書館 所以客人可以選一本書 那我們就也特別挑選了 比較適合這個空間的椅子 所以呢你就可以靜靜的坐在這邊 那頓時這個圓廊就變成了一個小型圖書館了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椅子的這個椅面啊 其實也有點像這個倒角的一個設計對不對 它是整個內線下去 讓你屁股坐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對沒錯 所以這張椅子你坐起來 你的一個兩小時兩個小時 你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就是你的屁股會完全貼合那個椅面上 是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繼續稍微走個半層 我們來到看到後面有一大片的這個書牆 想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這個書牆呢是三層樓從B1延伸至2樓 這裡面的書呢都是李敬明設計師 他從世界各國可能他覺得很不錯的一些世界各國的建築物 或者是設計類的書籍 那我們都開放假日圖書館 週六的時候你可以在這邊挑選一本書 或者是帶著你自己想要的書 在我們館內任何空間找到一張喜歡的椅子 或任何角落坐下來靜靜的看 所以像你現在坐著這樣也可以嗎 也可以的 好所以這個空間呢 整個這樣子透視感覺就會感覺這個 整個空間變得比較大對不對 對因為他的採光和整個格局都是希望 讓客人覺得說很舒服的感覺 那我們剛剛從那個書牆這個繼續往前走呢 走到這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呢 就是一個這個廚房開放的一個廚房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平常的用途是什麼 這個食堂其實就是我們員工餐廳 因為呢李靜民他認為說我們工作其實就是一種生活 大家生活在喜愛美術館 那食物是最重要的會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所以每天呢廚師會在這邊煮豐盛的一餐讓大家享用 那廚師的這個料理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你應該也吃了好一段時間 對好一段時間 我們廚師他就是特別請專業的廚師 他都會設計每天設計菜單 那他會把他的精緻菜單用黑板寫在這個地方讓大家看 那我們都是自助室的就是每次用餐時間到了 所以我們就會敲鑼 那敲鑼以後大家就會陸續的上來 用自助室的取餐 然後會也是選擇各自喜歡的角落 就在各自喜歡的角落用餐 所以敲鑼會準時12點嗎 差不多就是廚師煮完的時候 就是大概那個時間只要他煮了好他就敲鑼就對了 對這個椅子是丹麥設計師Karl Hansen的作品 因為呢我們設計師非常重視家具的挑選 那其實我們都會請客人就是來的時候就親自的試做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哇好舒服喔 就是整個被包覆的感覺很符合人體工學 這樣子做久了應該背就不會痠痛對不對 對啊 整個背都徹底的被包起來 好那我們來看到右邊有個黑黑的 哇這個居然是個 壁爐 這個壁爐是真的可以再使用的 因為我們這邊冬天比較冷一點 所以每當設計師一個建案完成 都會有很多剩餘的木料嘛 那我們就直接丟進去也是一種環保在利用 然後順便那個取它的熱度就對了 取暖就讓我們整個空間可以暖起來 那我們從這個桌子呢開始轉過來 我們就看到一個這個透明的一個玻璃 然後外面居然有個小盆栽 這個是不是像中國傳統那種借景的一個 窗戶借景的一個意象 對這個窗景呢也是特別設計師的靈感 他認為說風景也要從外面透進來 那讓我們的這個室內永遠在各處 你都會看到不同的景色 那各位觀眾也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綠色的牆 這個是青銅 這個是代表里程碑的意思 因為席源從2002年設立到現在 那我們就希望有一個里程碑紀念這個時刻 所以我們特別設計了這一塊 所以現在已經經過六年的一個時間就對了 是 好那我們一樣在餐廳這一層呢 我們來看到後方有個樓梯是很特別 它居然是沒有扶手 而且是幾乎這個鏤空的一個設計 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我們大量的會採用鏤空的設計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們採光度也會更足夠 另外就是它非常穩固 因為我們在清水模在建模的時候 它的鋼筋已經是直接在裡面了 那最後請師傅來再把木板直接封上去 那就完成了這個設計 它的功用也非常多 除了行走以外 我們就是客人有時候 或者是我們員工在吃飯的時候 也可以就直接坐在上面了 也是一種座椅 而且透過這樣的設計 好像整個空間就會變大對不對 視覺就比較不會壓迫 不像傳統的樓梯還有扶手啊什麼的 對我們很重視視覺的效果 希望讓大家不要有壓迫的感覺 可以很舒服的自在 在餐廳的外面呢 其實這個樓梯的這個空間呢 其實有一道這個天井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哇它的採光好像就從這個整個屋頂這樣子 透視下來 對大家可以看到 由於樓梯是鏤空設計的 所以上面的採光可以直接透到下面 B1設計師的辦公室 那並且因為這中空的天井呢 冷熱對流在這邊交換 所以讓整個氣溫的調節 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而且透過這樣的採光 他們這個下面設計師他們的照明就會比較亮就對了 對沒錯 好我們現在這個從餐廳上來之後呢 到了下個樓層我們看到有個大片的落地窗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這間呢是個會議室 對這邊是會議室 除了設計師會在這邊開會以外 我們有很多美術館的工作坊 藝文教室也都會在這邊舉辦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個非常大的落地窗 因為我們設計理念是 基本上不會有像真的明顯的窗戶這種設計 因為所有的井都是希望它可以直接進來的 那剛好我們對面是公園 所以呢我們的設計師 讓這個公園的井可以直接衍生出去 中間沒有做任何的圍欄 就是一個生態池 我只有想到這會不會變成吸煙區 可是不會 那這個雕像呢 是張藝老師的作品 是愛貓的女人 那觀眾朋友可以在這時候仔細看 因為在外部是看不到它的正面的 那生態池呢 平常就是都會有水源一直在供應灌溉它 所以它一直都源源不絕會有這些濾液 所以你個人會來這邊嗎 每天都會來澆水 不是來這邊放空 還是沉思或看書這樣子 沉思可能客人可以來這邊放空 所以這個家人應該也蠻多 這個遊客喜歡進來坐在這裡對不對 對沒錯 我們看到正對面是個公園這樣子 非常的棒 那我們剛剛就在這個九瓊樹的前面這樣子 好這間是茶席間 因為李靜民設計師他本身非常喜歡茶道 所以他會蒐集很多茶道相關的器具 那他的收藏都會展示在這邊 那另外這個空間呢 這邊牆其實如果有個按鈕壓下來是一張床 那他的對面呢 有一片布木是可以整個拉下來 因為這個空間以前是給駐村藝術家使用的 所以這個窗簾拉下來之後就變成一個獨立的空間 有點像房間就對了 對就是密閉的 所以駐村藝術家會在這裡做他的創作 那另外一邊也是他的位於空間 那現在因為沒有駐村藝術家 我們就開放給大家參觀 那過去曾經有哪些駐村藝術家 然後有些留下什麼特別的作品 我們過去跟周睿平老師一直有在合作 那他也是剛結束他上一檔的展期手術人 都讓賓客留下很美好的回憶 好那我們來介紹這個非常明亮的這個位於空間 哇實在是太驚豔了 這個位於空間呢就是用大量的龜藻圖 龜藻圖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可以吸濕防潮 現在好像蠻流行龜藻圖地墊對不對 對因為他視覺力非常好 那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按摩床 就是打開它其實是個浴缸就對了 對你可以放水在這邊或是請按摩師來幫你按摩 那你累的時候你就按完就直接趴在這裡睡覺 哇真的是二水一的一個公園 對 然後這樣子大家就會問說 哇到底要怎麼洗澡 對面就這麼多大樓 就是要把布簾拉下來 所以上面其實還是有那個布簾的事情 對還是有布簾可以拉下來 然後連這種水龍頭都是做這樣這麼高檔的一個水龍頭 對就是特別挑選的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些特別的衛浴 好我們的衛浴設備呢都是挑選歐洲進口的 所以像這邊也是歐洲進口的免制馬桶 好那我們現在轉過來來看到有一片非常漂亮的一個玻璃磚 而且呢感覺它好像比我們以前傳統看到的玻璃磚更加的透 對我們的三層樓的只要看到玻璃磚都是採用意大利進口玻璃磚 因為它的透光性更好一點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即使我們燈光不用打的非常多 但是即使在B1的設計師 他的工作效果都是很好 採光度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現在離開那個衛衣空間之後 我們來到這個有個小走廊幫我們介紹兩側 哇這個牆壁感覺比較特別對不對 好這個就是可以近距離的看到清水膜 那如果有來現場的客人呢 我都會請他們稍微觸摸一下這清水膜的質地 因為清水膜就是它一拆模 就不會再做任何的加工處理 直接就是長這樣子了 那這個走道呢也會讓大家有一種 像走在縱骨中的感覺 因為我們走在山中 有時候總是會有這樣的小勁嘛 好我們來繼續往前走 這個空間是進行區 我們有開放超勁活動 客人可以在這邊超勁 這個畫面上看到的就是李敬敏先生的手稿 這是他的字跡 因為超勁呢 是可以非常讓人心靈沉澱的一個活動 哇你們老闆的字非常的漂亮 有在寫有在練 所以這個一般遊客也是可以來這邊超就對 沒錯可以事先預約在我們官網上預約 好那這個位置呢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介紹那個天井的一個位置 對不對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天井的光就是從這樣子 正上方這樣子整個透下來這樣子 對沒錯 那這個屋頂呢也可以看到是整個是透光屋頂 那我們平常都是把它開啟的 其實它是它是有自動控制的功能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空間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走道的旁邊 有個這個算是會議室 然後其實它是日式的風格這樣子 對這間呢算是多功能的視聽室 那如果比較需要靜密的空間 需要電腦電視或者是辦讀書會 需要這樣的場地就可以在這邊舉辦 那只是目前我們作為一個建築案件的展場 那這個建築案件叫居心地 是我們特別挑選在新竹的一塊淨土 那設計蓋的房子 那畫面上也可以看到 設計師都會非常用心的把每一個空間的模型都做好了 那就是有興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們官網上跟我們詢問 等於是你們這個在新竹的寶山找了一塊地 然後要蓋這樣的一個案子就對了 對 就住宅結合你們的設計專程 沒錯 我們也會帶入我們喜悅美術館這樣子的經驗 讓他們在一樓可能做一些美術空間 辦一些展覽或者是一些活動 並且也有茶室 讓這個空間呢也是人文跟自然跟藝術的結合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這個透明這個盒子裡面的這個模型 就是你們已經準備要把室內空間設計的那個樣子就對了 沒錯 大家一定會很期待看到外面的這個景色 我們來看看外面有什麼設計 好 那我們第一次帶到大家來到戶外 好 這邊呢可以看到這一株是光蠟樹 也是我們自己種植的 那這整面直升牆呢 就是用鐵絲網附在上面 然後有很多的蕨類 也都是一點一滴 就是好幾年來我們慢慢培養它的 現在已經長成整面了 那個蕨類需要很潮濕的空間 所以你們那個水要一直不停的灌溉成 能夠讓它生長這麼好 對 所以我們都會定期的保養它 都會幫它澆水 並且一陣子也都會請專業的園藝設計師 景觀設計師來照顧他們 喔 而且光蠟樹好像很多獨角鞋 你們有沒有在那邊發現一些特別的生態 喔會喔 我們有時候館內場會出現一些有趣的昆蟲 有些不速之客 像是什麼 詐萌啊 螳螂啊 各種蟲都可能會出現在我們這邊 所以這樣的設計也是有點像天井的概念對不對 因為它整個光直接透到地下室的 對 這也算是一個小型的天井 所以如果下雨的時候呢 像那個B1的設計師很苦悶的時候 他還可以來這個天井這個位置 稍微淋一下雨這樣子 哈哈 還蠻有氣氛的 是 好這邊就是我們美術館的另外一面 那 從這邊可以看到 清水魔的建築 對這個整片的牆壁這樣子 對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屋頂嗎 看不到 看不到 那我在這邊稍微介紹一下屋頂 看到了 對 它的屋頂呢 其實是做斜面的設計 那它的屋頂非常的薄 所以它的工法其實還蠻不容易的 因為在這樣的設計下又做一個很薄的屋頂 就是我們的工程啊工辦都要非常的細心 看到這個在你的腳下是有些玻璃這個 是不是也是透光透下去的 對這也是為了讓那個B1的設計師 讓他們採光更好做的設計 所以這邊呢都可以讓透亮光直接照到B1 所以樓下的採光就是會更加的好 好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光蠟樹下面這個天井的這個部分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從這邊呢大家就可以看到這整個天井庭院的每一株植物很清楚的看到 那這個光蠟樹呢是特別筆直的一種樹種 那另外就是蕨類我們會種植大量的蕨類 然後並且它這種是玄壁式的 就是很大型的附在牆面上 這也是專業的天井的設計師幫我們打造的 另外我們也有一些花像是蝴蝶藍 對很漂亮的這個藍花這樣子 對就是讓設計師他們在工作之餘 可能可以欣賞一下花花草草 讓他們工作得到一個調劑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這個書牆的這個最後一層也是最底層B1這個位置 這個書牆呢是從這個二樓一樓一直到B1 然後在這個底層這個就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收藏 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的因為這個就是李靜民設計師他郊遊廣闊 然後常常周遊列國 所以他有很多他喜歡的一些古董啊 或是古器物 那他就是會把這些收藏你都不藏私的展在美術館裡面 那也是作為一個展示品 那我們也曾經辦過一些職人的器物展 就是展示這種日本職人工匠 讓他們非常用心製作的器物這個精神想要推廣給大家 我發現呢這個要身為一個好的設計師 好像興趣要很多元對不對 對他就是比較多才多藝 他會非常用心的去發掘身邊許多美的事物 對啊因為透過你這個多元的興趣 才能夠融合到你的設計美感裡面這樣子 對是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另外一個入口呢 其實他們這個主要是設計公司 他們員工進入的這個入口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這邊大家有福了 因為平常只有員工會經過這個地方 那就是我們的設計呢 是有沒有聽到這個流水的聲音 就是說員工只要經過這個樓梯呢 要去上班的途中 就會經過這殘殘的流水 那你在經過流水的途中 你會覺得你的心靈好像被洗滌了 你工作的時候你會覺得特別的沉靜 得到一種沉澱 就是上班前先把你心情不愉快 先把它洗滌一遍 對 然後等你上班一整天之後 其實你的心情也不會太愉快 因為其實設計師工作壓力蠻大 然後這個下班之前再洗滌一下這樣 再洗滌一下再離開這邊 那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設計是 有水樓 因為我記得這個是日本的 日本常常會有這樣子的設計嗎 在他們家門口 那基本上我們 理設計師他就是經常去日本 在京都也有一個家 所以他非常喜歡日本這種精神 就是我們人也要知足感恩 然後並且就是承接水源啊 承襲的感覺 在我們席園美術館的席 也就是承襲的意思 我們應該要承襲很多 舊有的寶貴的經驗啊 那就是要非常的感恩 所以這個有點象徵這個水這個 點滴的我們都要很珍惜 很珍惜 並且就是也有一種洗滌淨化的感覺 讓你先讓自己先洗淨身心之後 再進門 帶我們進去這個門 好 那我們現在都是做 全部都是液化設備的 所以這也是感應式的門 就是要驗指紋的 所以你來這邊 你是員工你的指紋才會被登入 才可以進來這樣 所以新潔進不去可能是剛剛被開除嗎 沒有 我就是 我剛剛來不及 因為一秒他就會過了 好 現在可以進去 好 證明我是這邊的員工 好那我們進來之後發現個驚喜 哇居然有這個水族館 而且水長好長喔 天啊 這個水族箱就是特別的設計在這一邊啊 因為我們總是希望大家工作的時候 還是可以享受生活中的美 所以呢水族館設在這邊 那魚都會在裡面流動 而且水流動的意向也會讓人心靈比較沉澱 我們有看到這個很多 這個像霓虹燈的那種魚這樣子 哇所以這個空間也還蠻棒的 那在我們即將離開B1之前呢 我們又發現在B1這個工作區呢 這個上面都有一些 哇特別的小模型 是不是 都是你們做完成過的一些案子這樣 對沒錯 每完成一個案子呢 就設計師他們都會有建築的模型 那我們剛好也把這個空間利用 就是這種懸吊式的設計 所以呢我們都會把模型放在這邊做一個展示 並且不會讓辦公室顯得太凌亂